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接的阿強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南沙治茂區 也是我們的金融島尖 金融島尖就是我們的寧山島 帶給大家的是什麼呢? 是我們的二宅府 二宅府是一個高端的住宅 而且它的積度不小 是140-190平方 我們的項目是對面的一個島 是橫的島 是一個金融中心 而我們現在身處這裡 就是一個寧山島 因為我們這個自茂區分別有兩個島 而且這兩個島都是一個中心點 我現在先和大家進去銷售中心 和大家講解一下我們的區位情況 和我們的樣板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是灣區置業 現在我們就進到銷售中心 在我們的區位和沙盆旁邊 我們也請到蘇先生和我們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是的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陳先生 和你介紹一下我們這個項目 我們項目的話 就在我們的南沙明珠灣版塊最核心的一個區域 叫做橫力島 橫力島是國際金融島 是的 我們整個南沙未來的CVD 廣州唯一城市副中心 就是以這兩個島為準的 是一個橫力島 一個是寧山島 寧山島 寧山島整體房價去到四萬以上 以月秀國際金融中心 和大灣區科學論壇領久回止為首的 十二大國際總部 已經全部落位在這個位置 目前都如火如荼的建設當中 我們的橫力島是寧山島的升級版本2.0 它的作用就是國際金融島 沒錯 我們的森葉宜澤湖的位置 就位於我們橫力地鐵站 過來的話就是800米直線距離走路 我們的位置就在我們的上東區 因為整個橫力島比較大 是十平方公里 是的 是寧山島的三倍 所以政府把所有最好的配套 全部位於我們的橫力島 它裏面有最好的醫療 最好的交通 最好的教育 以及最好的世界500強的金融企業 全部是已經準裝待化在裏面了 醫療也有賣的了 有賣的了 是的 跟你講一下我們周邊的配套 好的 整個橫力島是以鳳凰大橋為界 分為有島東和島西的 分為東西兩邊 沒錯分為東西兩邊 東邊這邊是集聚世界500強最頂尖的企業 首先有什麼呢 IFF 國際金融論壇永久會址 它是代表了我們全世界最高級的一個金融領域對話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廣州期貨交易所 這支期貨交易所很厲害 我們香港也有我們的一個港交所 廣州也有一個港交所 沒錯 我們也叫港旗所 它是將未來的一些大型貨物集中在一起 到時候進行一個大宗買賣 第三個是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 到時候歐元、美元 包括進行綠色的金融融資 全部在裏面 顧名思義的就是金融了 沒錯 一個金融的一個島 裡面有金融坐新大廈 還有500米的地標高塔 都會集中在我們 500米的地標高塔在買賣 沒錯 我看到國際學校也有 沒錯 現在第二部分跟你說一下 第一個產業 第二個就說一下我們教育 剛才你提到的 我們國際學校 這裡是非常之適合我們的 香港、澳門 我們的同胞人們過來這一邊 我們本身有自帶18個班的 工健化幼兒園 過到來有48個班的小學 有400米左右 我們走過來 直線距離500米 就去到國際學校 兩公里範圍還有 四間九連一貫製學校 所以這裡兩公里範圍 集了六間學校 并且有幼兒園 一度上去都有 沒錯 直接去到初中、高中都有 並且除了教育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我們的醫療 大家眾所周知 我們廣州最權威的 中山大學 附屬第一醫院 已經建好了 這是三甲 對 這是三甲級的醫院 而且是海陸空 沒錯 是全世界第一間 智能化的專科醫院 裡面還有生物研究的科研樓 到時候 我聽說還有一班香港學生 會在這邊實習 這邊還有中山大學附屬口看醫院 同樣在他旁邊 所以這邊兩公里範圍有兩間三甲級醫院 這個就是我們的醫療 這個島上最好的配套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就是我們的交通 交通這個其實也很重要 現在講到交通 我也想你很詳細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的客戶主要是香港那邊過來的 在香港過來是哪種交通模式是最便捷的呢 沒錯 那香港的交通便利 最好就是目前坐高鐵 高鐵的話 我們在香港的西九龍站 其實已經開通了去大陸 直接我們35分鐘 就可以去到我們的南沙慶勝高鐵站 慶勝 沒錯 慶勝就是我們香港科技大學所在的位置 因為給我的概念 我一直都是西九到南站 我原來在中途有一個慶勝站 是過來我們這個項目比較近的 沒錯 是比較近的 到時候來到慶勝這邊 我們就可以專車接送來我們的環力島 這邊過到來只不過只需要20分鐘左右 有專車這麼好嗎 對 到時候就等陳先生你多介紹給我們 一定一定 因為現在就因為下閘了 明白 開閘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港客都會回來這裡投資 或者是養老 沒錯 我也有幾個客戶其實已經在香港那邊 就已經在封 所以他還沒過來但是一直跟我約好 是的 到時候在慶勝這個位置 開到來20分鐘去到我們這個環力島 是的 繼續和你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這邊已經開通了地鐵站 是全國也是全世界最快的超級地鐵 我們的十八號線 十八號線 沒錯 廣州十八號線的話 其實未來我們會連接到去我們的中山和珠海的國際機場 目前開通了三十分鐘就可以去到我們的珠江新城 沒錯 沒錯 其實我們還有一條二十二號線 在南沙這裡 也是快線 也是快線 是的 這條快線的話 譬如廣場去到我們的慶勝 到時候 再去到我們的南沙的南沙客運港這個位置 之後東接東莞的賓海灣和深圳的保安機場這一帶 到時候十八和二十二號線 就可以連接了我們的中山珠海、東莞、深圳和廣州 屬於南沙這個位置就很重要了 就是一個幾何中心地理的位置 是的 所以早在三十年前我們霍英東和香港四大家族 我們的霍山就已經在南沙灣這裡拿下一塊很漂亮的三十三平方公里的地 是的 那麼南沙 由廳門又在那塊地 是的 又在那塊地裡面 還有南沙大酒店和南沙花園酒店都在南沙灣 所以南沙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城市 非常值得香港的同胞過來這邊 而且南沙開放了很多好的教育 有五間國際學校 例如我們英東中學 還有我們的蕭士碑利 蕭士碑利 我們英國的學校 達爾文的武校其實都在我們南沙 包括港人民深子大學校 北香港科技大學的學校全部在南沙都有 我們回到正題 回到我們這個島 這個島基本上有最好的產業 世界五百強 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醫療 最好的環境 我們其實這個樓盤還可以一閃望光 是的 環境非常漂亮 我還發現還有一件事 現在已經是有無人駕駛了 這個位置的公共駕駛設施 沒錯沒錯 這個又被你發現了 真的很厲害 我們有一個小馬智能 小馬智行這個獨角秀企業 已經在南沙這邊 它是世界五百強企業 得限很多融資的 它已經在南沙、廣州、北京、上海 一些一市城市 已經有試點無人駕駛 我本人真的錯過 目前測試過程當中 駕駛員其實沒有手放在上面 目前正在測試 是真的可以開到南沙背的角落 是的 我剛才也跟著一輛無人駕駛 在觀察它 沒錯沒錯 這些就是南沙的企業 南沙它是屬於一個高尖端的一個企業 它跟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樣 它發展的不是工業化 不是農田化 它發展的是一些火箭 發展的是一些高科技的可嚴兵探測 無人駕駛 這些非常高尖端的一個產業 所以當時特斯拉都打算 一是想在我們南沙的萬興沙裏地去建 所以吸引了非常多的世界五百強企業 來到南沙 OK 那就看看我們的沙盤 OK 我們看看我們的沙盤 我們沙盤的情況下 我們總佔地面積有6.6萬方 建築面積有23萬方 是橫力到島東這一邊的 世界五百強企業集中地的一個純住宅 這個純住宅有20棟樓 一共三期開發 有第1期、第2期、第3期 一共20棟樓 我首先在這裏 我又想打一打打差 據我所知 在橫力裏面 董都 島東的位置 那個住宅不多 是不多的 真的 上東區可能只有3、4個樓盤 主要是金融的 主要是打造金融中心 因為島西那邊 主要是打造一個生活配套 醫療、學校 在那邊 但是這一邊的價值會更加高 因為我們首先對著最好的城市面貌 最好的光景 匯聚 三江匯聚的地方 好,繼續 我們這邊就是上 我們發一個朝向 我們北面是望江的 有兩個公園 下南也有一個公園 三公園圍繞是我們森葉的一物常城 一定要有公園才會用這塊地 一半公園一半城就是我們打造的理念 下南除了有公園之外 有18萬方的地下雙圈 就在自己家樓下 這是政府出資打造的 政府出資的 不是發展商出資 不是發展商出資 其實從一方面來說 都可以體現到我們的地區 政府很重視這塊地 五天 沒錯 因為政府不會突然扔這麼多錢 對 我們地下庫一庫二層 都有商業 裡面有教育 有醫療 有飲食 到時候這個雙圈 還會連接到 我們廣州很多城市 去地鐵口 連接地鐵口 就是地下雙城 不用風吹雨打 各方面 就可以走過去 地下雙城 我們西邊地鐵站 右東就是IFF 這就是小區的一個方位 就是這裡去到環底鐵站 即是八百米距離 對 直行地下商場 那就不用出街 沒錯 非常之舒服 本身是一個大盤 打了一個高端盤 有幾棟樓 基本上都有配套 有二十棟樓 二十棟 非常之多 你想得到 想不到的配套都有 比如說我們首先 高端樓盤的標誌 有板樓 也有泳池 也有酒店式 有戶大堂 也有大型幼兒院 兒童遊樂場 健身房 全部一應俱全 而且不是單一個地塊有 是每個地塊都有 你的配套 它的投入很大 沒錯 所以我們森葉 是首進藍沙的第一個樓盤 森葉也是深圳最大的國企 所以非常重視這個項目 去打造 我們說回我們這裡賣的一個情況 我們現在在售的是哪一棟 是的 我們國慶期間 就是賣到我們的十一到十二棟 十一十二 都是三十一層高 在那邊對光 是的 直接一視望光 沒有任何遮擋 是的 包括光景的視頻 我們都實地拍過 我們也是整個環力島第一個樓盤 舉行實地陽晚間 即是客戶來到我們現場 可以去到我們環力島的工地去看樓 是直接去到 你喜歡哪一層 就去哪一層去看 這個就是我們的優勢 即是你剛才說 是去現場工地 工地看 是的 陽板房不是那裡 陽板房 都在那裡 都在現場 都在現場 有實地陽板房 所以這個就是眼見為實 沒錯 而且一線望光 沒有任何遮擋 一線望光 我們會做一些比較大面積 比如說我們有128方 142方 以及整個島最欺缺的產品 190方 光景大平塵 11棟 直接一線望光 沒有遮擋 那一棟很厲害 是的 如果一線真的兩面還光 是的 三光會聚 全部可以看完 非常漂亮的景色 而且我們對著可以看到 凌山島那邊 十二大總部的夜景 現在聽你這樣說 價錢也應該不便宜了 其實價錢 我們目前屬於 是藍沙的價值 瓜地 但是我們這邊的 未來全部喜好 情況下 就如小香港 非常之繁華 目前價錢 大概是三萬七到四萬二之間 三萬七到四萬二 你說的是大單位 大單位 如果是塔樓的情況下 小一點 一百零三方 到一百四十二方 我們會有三萬四到三萬七之間 三萬四到三萬七 大單位 三萬七到四萬二 是的 我們這個價錢 其實買得很划算 很值得 因為其實 無論 你看我們廣州 中國新城的發展歷史 和深圳前海 和我們香港 當時都是小漁村 當時都是一塊地 裡面什麼建築都沒有 我們有這些成功的經驗 去興建國際加工道的話 未來的價值是不可估限的 所以我們要打造一個小香港 在環環島 廣州野心很大 集村省之力去打造 看我們的客戶 心是怎樣想 這樣的價錢 買到這麼漂亮的位置 這樣的價錢 三萬四萬元 你可以買到這麼好的配套 你看看哪怕是深圳 廣州 你看看哪個城市 會有一個小小 兩公里範圍內 集聚了中山大學 附索地醫院 集齊了六間名校 省一級的 集齊了全世界最快的超級地鐵 集齊了未來世界五百強的企業 全部在這兩公里範圍內 是的 三萬兩萬元 你說三萬四至三萬七就是 一百零二到一百四十二方 沒錯 一百九十方的就是三萬七到四萬三 沒錯 在這個價錢 沒錯 其中置幾多呢 就看看你的樓層 沒錯 一房一格 而且是豪裝 豪裝 是豪裝 那我們去看看陽板房 好 我們去看看陽板間 好 接下來了 帶大家看看我們這邊 深夜二閘虎的膠標 這個是由於是臨時租的一個場地 我們明年二月會搬過去 我們環力島的工地那邊 所以這邊呢 大概和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的一個產品的膠標 這邊可以見到 我們首次引進了藍沙回來的 意大利進口的系統門窗 這個系統門窗成本很高 它的隔音隔熱是普通的 中空玻璃的三倍來的 全線採用歐洲陣口的鑄膠工藝 可以將它所有一絲縫都沒有 而且手感還非常之好 對了 這個就是我們採用的一個工藝 並且呢 這裡有一個聲貝測試儀的 我們可以聽聽 打開完之後 其實很吵的 我們關了它之後呢 它的聲音傳遞過來 減免了95%以上 對了 而且呢 還有防脫落裝置 最厲害的 你也可以看看自己家裡的窗 有沒有這些裝置 對了 並且我們來看看我們這一邊 整個外納面 採用工件化的外納面 工件化外納面 意思就是 類似於玻璃木牆 去打造的 非常之高端 木瓷也是我們 全世界最高端的一個打造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三重步道 我們隨景歸家 有五萬方的圓林 一半公園一半城 用積率都比較低的 是的 酒店式入戶大堂 通通都是應有盡有 在我們裡面的小區 那地下停車場的話呢 我們有1比1.52的配置 什麼意思呢 相當於我們 負一負二層 有兩層地下停車場的大堂 全部是地平七去打造 並且的話 我們本身只有1700多戶 我們有2700多個停車位 足足多了1000多個停車位出來 將來可能都不用買停車位了 是的 那麼我們升級大堂 入戶大堂和我們的電梯廳 全部採用五星級的酒店的標準去打造 是的 那裡面的呢 用高端的銀板和旅行金去打造 是的 包括下面的公區這一邊呢 有三個電梯是標配 那麼我們呢 一百九十方還去到三梯三戶獨門獨戶 並且呢 這裡兩米四豪宅通頂大門標配 是的 包括裡面 無良一體化設計和我們的主人房 無論我們的陽台是什麼朝向 主人房一定是南向 是比較注重生活和健康的 而現在這個呢 是我們128方的一個陽板間來的 我們看看裡面的交標 首先呢 入到來是通頂大門 我們的糊塗木的鞋櫃呢 是贈送標準 交付標準 全屋呢 我們是豪裝交標來的 那麼呢 南北通透 南北對流 我們影影 全屋也都是有贈送我們的 VRV日立的中央空調 是的 那隨著我們的科技越來越進步 所以呢 我們做的一個交標會越來越完善 各方面 我們看看我們深圳大概的理念 無量一體化設計 其實本身呢 我這個廳呢 是一個橫廳來的 是一個樹廳來的 那麼呢 其實我們這裡有一間房的 是一間書房來的 那麼呢 我們將這棵牆打了去 那麼呢 我瞬間樹廳可以變成橫廳 你可以多一種以後未來 疑似裝修的一個機會在這裡 是的 那麼這邊可以放鋼琴啊 書桌啊 茶室啊 都可以當去使用 那麼呢 那無言之中呢 你這邊的彩光編也有6.1米那麼長 是的 藍不對樓雙陽台的 可以影響我們的房間大小 我們這些是國企 國企的話呢 是喜歡1比1去打造 不喜歡做虛假宣傳的 那麼進來的話呢 這個房有11個房的 是的 足夠你可以放落一張1米5的大床 60公分的衣櫃 兩邊的床頭櫃 並且我們呢 是注重豪宅理念 豪宅理念呢 我們會將除了所有門 都是到訂之外呢 我們的飄窗呢 還特地將它降低了30公分的 降低了有什麼好處呢 那麼首先 這邊的彩光面變闊了 看過去的視角呢 就會更加闊一點 那並且呢 通風彩光 而且這裡還可以做一個塔塔米延伸過來 就符合人體工程學 是的 小小的一個陽台 一個飄桌 它都可以做成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 在深圳引進來的豪宅理念 並且的話呢 我們的插座 都是錯位式插座來的 大家可以看看 那你就可以同時 不需要說神仙打架了 兩個插座同時插 進來的話呢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公共衛生間 128方的就 就有五大的衛生間了 是的 這裡到時候呢 會有道門 三段式的一個分離的 是的 裡面的這個都是我們的膠標 飄窗啊 洗手盆啊 鏡櫃啊 包括馬桶啊 全部都是用科勒 或者是TOTAL這些一線大牌子去到的 包括這些牆壁都是用這些去打造 是的 仿大理石的瓷磚 進來的話呢 就是可以影影我們的兒童房 剛剛我說的一個 將它形成一個塔塔米 利用一個飄窗 符合人體工程學 這樣呢 你這邊可以放一張大概1.2的床 這邊放一個60公分的一個衣櫃 是的 還可以放得到一張1.6的大書桌 這個就是我們128方的 可以做到四房兩廳兩位 那呢 看看我們最後的主人房 進來呢 進來呢 女生特別喜歡的衣帽間 非常之靚的 這裡打造的風格呢 是現代輕車風格 那呢 這邊同樣都是 削弱了30公分的一個飄桌 1米8的大床 這個房間呢 足足有17個房間 這邊還有我們的鼠位 三段式乾濕分泥的一個衣櫃間 是的 到時候呢 裡面的人在洗澡 外面的人還可以敷面膜 而且我們這邊呢 需要用銀板去打造的 是它的膠標 那這邊的話呢 就基本上和大家介紹完成的了 剛剛蘇生也和我們介紹了很多 包括我們的區位情況 由香港過來 如何方便 除了我們的高鐵 還有我們的水路 其實很方便的 首先一個就是我們這個 樓盆 在我們環麗島 在我們的島東那裡 是佔據著一個很優勢的地方 沒錯 那它那個 購房的方面 有沒有對香港人有些什麼要求呢 哦 要求達到非常之低 這個要求相當於沒有要求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樣說呢 有要求相當於沒有要求 沒錯 因為我們是一國兩制 但是隨著我們各種各的發展 我們其實已經是目不存在的了 香港其實已經完全是我們中國這邊的了 其實香港呢 也可以說是我們大灣區裡面的 沒錯 9加2 沒錯 我們同樣都是灣區人 沒錯 同樣大家都其實都是中國人 大灣區人 其實我們香港人不買 在廣州買樓其實很簡單 只需要港澳通行證 哦 還有它們一個回鄉性 那就可以了 就這兩個證 等同於廣州市戶口 嗯 那廣州的證實是怎樣呢 廣州呢 廣州戶口或者五連社保 它都可以買一套 如果結婚之後的話 廣州戶口的 可以買第二套 嗯 其實 我們的香港戶口等同於廣州戶口 即是跟廣州人那個 是的 要求一樣的 一模一樣 它是不需要像其他省份 其他市 如果它不是廣州戶口 它就沒辦法買樓 對香港戶口 香港人來說 是沒有這個界限 直接拿回鄉證 還有港澳通行證 就可以買樓直戶口 就可以在我們這個藍沙裡買 沒錯 這樣就很簡單 非常 所以相當於有要求 也是沒有要求 是的 是的 只要我們香港的客戶 熟悉了我們這個遊戲規則 就知道要怎樣玩 反正一個人 只能夠買一套 好了 你成了家之後 就有兩個名額 可以買兩套 沒錯 假設你的小孩子 長到18歲成年 也可以增多一套 沒錯 這就是我們本身 廣州的規則是這樣的 還有一個在付款方面 有沒有要求 付款方面 其實是可以貸款的 可以貸款 可以貸款 香港人的嗎 可以的 那是怎樣的條件 中國四大行 已經有銀行 給它提供半年大陸回來的樓水 即是在大陸有半年工作樓水 提供它的回鄉證和港澳通行證 基本上就可以去貸款 實實在在是在我們大陸有工作 如果是完全全在香港樓水 香港工作 可能就要付存款 是的 是的 這個就是有少許區別 有少許區別 其實這件事 說真的 譬如本身是廣州人 它的貸款也有要求 本身廣州人 貸款本身有很多要求 因為你本身是泰國家的錢 是的 好像你打入你三情首富 無法無太 它提供很多比較繁瑣的資料 譬如說是我們的徵訊流水 譬如說是他們的一個查冊 譬如說是他們的一個查冊 譬如說還要查一下他們的資金來源 對於香港人來說 是沒有那麼多這些繁瑣的 它只需要半年的流水 好 這裡是三萬 三萬 六 應該是最低價是三萬四 到最高價是四萬二 是的 中間有很多的產品 看你自己去選擇 三萬四 我算是三萬五 三萬六 一套下來都是三百多萬 是吧 嗯 沒錯 即是不要說到八九方那隻 先說我們這種 普通通其實是三百五六十萬 三百五六十萬 按正常來說的話 在大灣區這麼有價值的一個 南沙庫中心 而且最好的地段來說 其實是真的價值挖地 其實我們令到自己也賣了 嗯 是的 我由始至終都說在這裡買樓 即是說還來這裡 錢一定可以賺 升肯定會升 沒錯 但是是需要時間 說真的 因為它現在還在建設和發展 但當它發展好 建設好的時候 那個價值 自己要用腦想 不用說話了 是的 三到五年時間 很快 因為你也要看到環境 和發展 還有一個金融中心的大方向 而且是政府扶持的 最重要是全省之力去打造這個島 是的 還有一個 其實政府中央也都 很有一個建地是什麼呢 就是將南沙打造一個發展 就是一個騰飛的金融中心 沒錯 最重要是南沙自己都爭氣 是的 它是珠江唯一出海口 是的 你所有華南的物資 包括香港的物資 你必須要經過我們南沙 才運到全國其他地方 是的 自古以來近海近江的地方 就是冰家必真之地 所以南沙就是維持很重要 沒錯 亦都是我們將人發展的方向 美海出口進口 好了 今天就辛苦了蘇先生 跟我們說了這麼久 應該 真是口水乾麻 應該的 大家也心中有把情 知道是怎樣的方向 我就不和大家多數了 這期節目也差不多了 大家就記得去訂閱我們的頻道 是灣區置業 還有打我們熱線 下期再見 謝謝蘇先生 好 OK 拜拜 拜拜 拜拜